什麼 聽說三重是這裡有一家非常厲害的臭豆腐店 三重人我怎麼不知道 地點就在這個228公園外圍的馬路 這邊有個雕像 然後往這邊看 一堆排隊就在等 就在等這一家 舊局臭豆腐 我們走近點看 非常厲害 這個臭豆腐原汁原味的 光看就很猛 現在的也太爽了吧 受不了啦 我們把它倒出來 這個 各位朋友 這個份量 這個大小 只要45元而已 所以他這個 很多人主推就是他那個 尊重大一瓶 因為這三重就 順便回家裡看一下 有沒有熟悉的 熟悉的環境 那個電鍋在那邊 很多朋友每次看到我的那個家裡 都一定問電鍋在那邊 電鍋在那邊 有沒有路徑 那個試味道 因為買回來有個問題 就是你那個 坐車嘛 經過一段時間 先看臭不臭 難怪那麼多人現場吃 你現場吃的時候 不會進台洛茲 所以不會講什麼 我現在買回來整個 快快了 軟軟的 嫩嫩的 怎麼說 軟趴趴趴啊 你現場看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很脆 那個腳立起來 有沒有 可是回來的時候 整個就是四次的 以其他臭豆腐不如說是 油豆腐 皮比較厚的 油豆腐 好可惜喔 不過本帥是美味的 就是 少了一個脆度腳感 可是你可以吃得出來 這個 喔 他那個炸鍋之後 然後那個 西州湯汁之後 有一個那種 喔 那個 古早香 醬油香啊 因為西州的時候 他進了自己面 西飽那個醬汁 喔 吃下去會這樣 不吃喔 吃得很多 很黑 吃完起來 有沒有 再提一次有沒有 有壓力喔 這個 雖然沒有臭臭的口感 可是他變成 一個東西變成一個 多汁臭豆腐 嗯 吃非常多 那一台熱點 很多人最推薦他就是那個 泡菜很多耶 多到不用選 45塊 我這樣 嗯 他泡菜 泡菜非常的那個 清秀 可舉 一般來說你吃泡菜都會那種 噢 酸酸猛進 可是他吃起來 是維亞的高一菜耶 這種清秀的 柔軟的 舒服的感覺 其實也不錯 這個不一樣 他這家真的不一樣 就是 我吃過很多家的泡菜 就是這家 真的保持著 最脫衣的青菜的 甜脆感 很難得耶 就是 泡菜雖然很刺激 雖然辣 可是 你就有點失去那原味的感覺 就等於是在吃他的辣椒 他的那個蒜味 第一次那種感覺 喔 回歸食材本身 回歸料理本身 好吃 重感 嗯 這個我們必須誠實說 因為已經買回來了 他這個味道好吃 可是整個軟掉了 以那個 臭豆腐的那個 納在性 因為我其實是以前 很常買臭豆腐 買回來 這個 怎麼他家是不是特別軟 他們家就特別那個 軟趴趴 小的脆度 因為我是吃脆的 嗯 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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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那個口感硬了而已 不要有那個 這家店支持是否還罵我 我們 因為我是吃脆的人 我脆的會加分 啊是我們那個 有這種 硬力嗎 筷子硬硬在整個軟掉的這種 味道卡 然後 八十分 泡菜 我泡菜真的有多 臭豆腐 2 2 3 2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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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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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怎麼這樣子 不是講的神講的猛 我們做一個科學人 就是這家店真的不錯吃 可是因為他排隊排很久 你排隊排很久的時候那個成本提高 你花那麼久的時間 花那麼久的力氣 然後排隊買回來那湊湖那軟軟的 沒有進到 那以我這種人的角度 以我這種科學人理性人 超自然的角度就是想說 居家不用排隊的 買回來脆脆的吃就可以了 超級超高 所以我跟妳講說 你自己要去買 自己要去吃 88分 有人買給你吃 你不用排隊 打開就可以吃 92分